接下來做一些立體跟練習 大理石跟吸塩酸作用 產生二氧化碳 下列迅速何則正確 那就是從 鹽酸 大理石的成分碳磡蓋 變成二氧化碳 成分發生改變了 東西改變了 有心物質生成了 它有心物生成 所以它是一個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這個東西化學變化 然後所以呢 我們答案呢選擇的是C 可以嗎? 很好 那很簡單的練習也是問一下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這裡 誰是化學變化 這些誰是化學變化 這幾個誰是化學變化 三號 等一下 三號大哥大姐 誰是化學變化 你做什麼 你選豬 請坐 答案選豬 化學受熱分解 所以產生氧 產生新物質 所以氧化孔分解 受熱分解是化學變化 A呢是三態改變 B融解 國中當作是 當作是那個 物理變化 然後呢蒸發也是 三態變化 所以呢都是屬於物理變化 那同理 這又是誰又叫做化學變化呢 這誰又是化學變化呢 哪一個是化學變化呢 8號 8號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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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號 7號 8 7號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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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號大小姐連這個都不會就真的是太慘了吧 冰塊融化三態改變,鹼蒸氣昇華三態變化,藍木水蒸6也是把水蒸出來也是三態變化,所以都是屬於物理變化 所以只有這個產生新物質碳酸鈣沉澱,所以是化學變化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的問,誰是物理變化,誰是化學變化的問題,OK嗎?OK 下面的立體也差不多,還是在問物理變化跟化學變化 這裡誰是物理變化?鐵蒸生鏽,鐵蒸氧化體,食物腐敗,臭身體癢,產生新東西燃燒 燃燒是劇烈的化學變化有光跟熱,那都是跟氧作用,然後產生氧化反應 所以他們都是化學變化,所以只有海水的蒸發是屬於三態變化,所以它是物理變化 所以我們答案選C 好,那就換各位,也是一樣在問物理變化、化學變化 哪一個是純物理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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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分 20分 豬 28號 豬 豬 高科只是把木頭拿掉而已 所以沒有發生奇葩改變,所以是物理變化 這也是問你,誰是物理變化? 這誰是物理變化? P5號 P5號 你來 C 你選C嗎? 你錯 你選的是C 昇華是散態變化 所以是物理變化 好啦 前面做的立體跟練習都是在問你 誰是物理變化,誰是化學變化應該很簡單,沒有什麼問題 OK OK的 很好 接下來問題是有關於所謂的 吸熱跟放熱 請問你這些化學變化誰是吸熱反應 我跟你講過了 國中所學的 國中所學的 幾乎都是放熱 幾乎都是放熱 吸熱就要被 所以呢 吸收能量 所以加熱分解 考試的時候喜歡騙的是燃燒 因為燃燒經常需要點火 他就說我要點火 所以表示我吸熱錯 那個點火只是給他一個開始的能量 點完以後 他就會放熱 放的能量足夠後面繼續進行 所以你的點火只要點一次就夠了 如果你是吸了反應 不要一直點,一直點不點才可以 所以 並不因為我要先點火 燃燒就會變成 吸熱反應 那同理 請問 加熱迅速何者 錯誤 這也是在問吸熱跟放熱 這也是在問吸熱跟放熱 13 答案 答案 答案選A 你錯 答案 你選的是A 他跟你講過他騙你 所以他今天點火就吸了錯 燃燒就是劇烈的化學變化產生光跟熱 所以燃燒一定是放熱 然後 12停 下列迅速何者是錯的 下列迅速何者是錯的 30 30 你選B喔 氧化是放熱 燃燒就是劇烈的氧化 所以它是個放熱反應 所以這幾題就是問你吸熱或放熱 剛剛跟你講過了 國中所學的化學變化大部分都放熱 你把吸熱的背起來就可以了 這是我們所做的例題跟練習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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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